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房地产经济谭子威 今天我特意做一个节目是给大家介绍 在洛杉矶地区仓库长的什么样子 那么在我身后就有一栋建筑 建筑非常的新 那么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洛杉矶地区比较典型的 这个最近这十年建的仓库的样子 那么这里的仓库呢 大部分呢都是这个玉制的这个水泥板 完了到时候建的是一块块往上这么叠加 那么这里的那个仓库呢 一般的都是这个设计都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实用 外面呢看上去呢四四方方的 那么里面呢一般都是会有这个 这个办公区办公的地方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办公室进入的门 那么除了办公室以外呢 它还有一般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叫做ground door 也就是卷帘门 那么卷帘门呢是属于跟这个地骑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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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平的地 那么车可以进去去拉货 那么呢这个在这地方大多数大一点的这个仓库呢 那就会有这个这个卸货台 卸货台叫做loading dock 卸货台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就是集装箱就不用从集装箱里卸货 直接就可以开到这个高卸货台的地方 就可以这个forklift 这些车子插车就可以进去把货拿出来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栋呢 就是我身后这栋 大约两万多尺的仓库 一会儿呢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从这里外边看 北边一点就能看到这里北边的蒙包底的山 特别漂亮 这个就是它的外边 让你们都看一下 这里种的特别漂亮的植物 那边呢到底呢还有一个那个 fence 一个栅栏 所以你的很多东西可以放到后面 让大家看一下绕着这里走一圈 对面旁边那地方都是有这个栅栏的 有不少的这个停车位置 对面都是这里的停车位置了 这边也有很多个停车位置 像在这里头看一下 这里都是他们的停车位置 这里非常的安全 你看这地方还有栅栏 网上是可以关上的 也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是你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到外头的话 这地方是很安全的 有栅栏可以锁上上锁 所以这样的这个仓库是很难得的 又新啊又很安全啊 所以他们都有栅栏可以把这个整一个这整一个这个地区这整一个这个可以锁起来 让大家看一下 那从这里看呢 这个地方就是进这个办公室的地方 所有的在美国的仓库 这个地方可能是暂时要在这里放着 那所以呢这个这个有一个高卸货台 就是两万多尺 那应该它有好几个卸货台 那看这边还有一个 两个三个 四个 它这里应该是四个高卸货台 那么我就带大家呢 进到这个仓库里看 这仓库看上去很漂亮 这个今天是蓝天白云 对面呢也有一个仓库 看这边呢 它的修这个仓库之间 仓库与仓库之间 都是要这个足够的空间 让这个44英尺长的大的货柜 能够很轻易的把这个货柜呢 对上这个高卸货台 这边你看 非常的宽广 方便他们呢 这个货柜呢 来接驳 那么我们从这个仓库的小门进去看 进来一看 这个仓库呢 就是这样子的 仓库 这个仓库 因为新它的设计都是 以节省能源为主要宗旨 所以上面有非常多的 skylights 也就是天窗 所以呢 平时呢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是不需要开灯的 这地方因为有天窗 采光非常的好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地方有四个楼梯 这边有两个 这边有一个 这四个都是属于标准的loading dock 那么这一个大的 是卷帘门 这个就不是loading dock了 这个是ground door 就是卷帘门 那么这个卷帘门呢 就很宽 这个一般的 就是卷帘门呢 还比较宽 因为它不一定是要 就是说用那个 就是集装箱 它不需要 它这个不是集装箱 卸货地方 它是卡车可以进来这里 取货送货 所以呢 这地方呢 就是比较宽 目测呢 这个门大约12尺 那么这些小的这些 这些高卸货台呢 目测大约是6到8尺吧 这几个小的高卸货台 那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新的这个warehouse 有个什么特点呢 越老的倉库呢 它就那个顶棚比较低 现在新的这个仓库呢 往高空发展 那这个这个仓库呢 目测应该是30几英尺高 非常之高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就是说 可以这个放着货架 放货架就是这个 这个pallet rack 货架叫pallet rack 你可以放到是最高的 这地方呢 有规定这个pallet rack 不能够多高 完了你这个价的货呢 要离这个天棚要有多少尺 你不能说我就是顶到天棚去 那个去放货 所以这个这个非常好 而且这个它中间是用一些这些 钢铁的柱子 来这么支撑 所以它站的这个面积比较少 那以前有些老的那些那些仓库呢 它不是用这个钢柱 它是修个水泥柱 那么就经常会站住一些地方 这样子呢 来这个放那个架子 货架呢就是摆起来就有一点困难 所以让大家看一下这里头 这个这里头 那么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办公室的区域了 办公室区域 你看上面有那些管道 这些管道都是通风口啦 这个空调啦都在这里 让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里呢就是洗手间了 这是男女共用的洗手间 那么这个洗手间是给谁用的呢 一般的情况下面向仓库的 就是给仓库里的工人用的 那么在这个办公室里头 还有就是办公室里头的人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变压器 这个地方是变压器 这个在美国呢 仓库呢是分轻工业和重工业 那么看上去这个应该是轻工业 它的电幅应该是比较低的 让大家看一下 从这里看一下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warehouse呢 好在哪里呢 就是正正方方的 所以你可利用的面积特别的多 它没有说很多拐弯弯弯 脚脚落落 这样子放那个货架 就特别的不顺 因为这地方呢 放货架还要用那个 还要用那个擦车 在美国呢 这个仓库吧 老的仓库呢 虽然便宜 它的那个棚顶比较低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它没有那个灭火的系统 就浇水的系统 所以呢 就是办保险比较贵 像这个新的呢 它们都已经改进了 像天蓬上都有那些很多的管道 你们看这些管道 这些管道都是那个水管 水管上有很多的头 这些头呢 就是说是一旦遇到有烟雾 就是它们有这个sensor 就是有这个敏感器 对烟雾的探测器 一探测了以后呢 这里方有火的话 那这些喷头 就会自动的向下洒水 所以这个warehouse呢 它建的非常的好 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天蓬上 天蓬上白的这个东西 是一种一种材料 一种隔热材料 这些材料呢 这个就是说保持这个室内的温度 比较适宜的温度 我们加州呢 夏天比较热 那么这个仓库里头呢 是没有空调的 不论是加州了 整个美国都是仓库 一般都是没有空调的 所以冬天呢 要是在北边的地方 东北那边特别冷 那就很冷 在这里头工作的人 就要穿大米袄才能工作 如果说是小一点的仓库呢 在北部呢 是可以安装这个空调的 那是非常的费费电 那所以呢 在加州呢 我们是没有空调 所以呢 它就会把这个这个房顶 因为这个房顶是最热的 加上一种非常好的隔热材料 在这里 你们看一下那房顶 都是很新的隔热材料 那么下面我带大家到这个office里头去看看 到这个办公室 那它这个unit呢 有两个门 从前面进来 这个从后面呢 也可以直接进到这里来 一进到这里来呢 就有一个这个地方呢 是直接的就是reception area 也就是接待的地方 一般有个receptionist 有一个前台的职员在这里接待客人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办公室了 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办公室 那这个办公室 那这一块地方呢 可以作为你的展示厅 就可以把你的财产放在这里头 都可以的 从这边进来 这个一个大的办公室呢 我们再看一下 一般呢 一般呢 就在这里呢 转过来呢 就是有一个办公室 那这个办公室 大多数呢 都是老板在这里办公 这里是老板的办公室 那么从这边再过来看一下呢 这边就是有吃饭的 职员在这里啊 放一个那个微波炉啊 热一下饭菜啊 这里放个小桌子啊 可以在这里吃饭 那这里方就是里头的人 这个去洗手间的地方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仓库呢 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是呢 它的前面的办公用办公的地方不是很大 这个后面的这个仓库特别大 因为在美国在洛杉矶呢 大部分我们这个做生意的呢 都是这个雇的职员比较少 尤其是办公室的职员比较少 大部分人都是在后面的这个 从这个门就能出去啊 从这个门就出去到后面的 后面的仓库 那这个一般都是仓库里的工作人员比较多 在这个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比较少 所以这个呢 这个这个仓库呢 它的好是什么呢 它大部分的地区 大部分的那个面积都用来做仓库啦 还是你们这个分销的地方 办公室呢就面积不是很大 非常的这个合理 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那么这个仓库呢 总的面积是2万尺 它的这个办公室呢 是大约是1500尺 非常好用 这个这个仓库非常的新 所以呢 这地方不论你做什么产品呢 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看这里在这个美国这个仓库 必须要有这个灭火器 办公室一个 完了呢 在这个仓库里头还有 看了前面这一个 那边一个 那边一个 那边 那边一个 这边就在这里 所以那边还有一个 那每一个这个新的公司呢 来这里呢 开生意呢 一般 那边还有一个 那边还有一个 一般的那个 fire department 就是救火 这个该城市的救火的那个 救火的那个 department 它就会来检查你这地方 这个救火的那个情况 怎样 合不符合标准 这边呢 要有隔多少公 多少尺 要有一个救火器 还有一个逃生门 所以呢 这个 越新的 warehouse 呢 就 它的设施越新 越好用 尤其是它的这个 顶棚 天棚特别的高 你可以装 特别多的东西 所以像这个 就是非常好 我是洛杉矶房地产经纪 谭芷威 哪位朋友 有这个这个 有意向想在洛杉矶购买 或者租赁 这个仓库的 还有商业房地产的 这个 请与我联系 我的电话是 949-697-0033 我为大家介绍的 这一个 仓库 是在洛杉矶 东北部 一个叫做 Rancho Cocamanga 这里呢 的一个仓库 可租可卖 想租想卖 都行 请与我随时联系 我的微信号是VTAN USA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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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